世界上有这么一种人,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地欺骗别人,片数越高,他们却越受人们的欢迎,当世界顶级的片数师被召唤在一起,又会上演怎样的惊天骗局呢? 今天末位就给大家讲一部惊悚电影《惊天魔道团》。 《圣经骑士》录中有记载,每当世界末日来临之前,会有上天派向的四大骑士给人类带来混乱,而现在就有一个自称四骑士的魔术团出现。 他的成员分别是,擅长扑克魔术的丹尼尔,京东知名逃脱的亨利,擅长催眠和读心的梅里特,以及擅长开锁术的杰克。 他们在同一时间被一张神秘的塔罗牌所召唤,接受召唤的他们最后在一个破旧的房间里,组成了史上最伟大的魔术团——四骑士。 一年后,在拉斯维加斯,四骑士在表演现场随机选择了一个现场观众,让他进入了一个高科技设备。 在众目睽睽之下,当场让他穿越到了遥远的巴黎一家银行金库中。 观众通过投影看到画面,眼前是无数的现金。 这名观众按照骑士团的指示把扑克牌放到了钱堆当中,突然狂风四起,金库里所有的现金都被卷了起来。 同时,在拉斯维加斯,表演的现场也刮起了带有无数现金的风暴,观众们瞬间疯狂了起来。 不过,众人仔细一看,这些呀,都是假钞。 次日,巴黎银行的工作人员打开金库,发现所有的现金都不翼而飞,现场只留下了一张扑克牌。 难道他们真的当众抢了银行吗? 这让四骑士直接引起了警方的出意。 没多久,四人就被当地警方逮捕了起来。 可是因为根本没有证据,几人又很快被释放了。 无奈,警方只好找专门解密魔术的老黑合作。 经过这次表演,四骑士魔术团明扬慈海,出名后的他们打算来一场更盛大的表演。 这次,他们要把一直用他们捞金的赞助人老白请上了台。 骑士团说道,要把这个世界巨富老白的身家分给赛场的所有观众。 老白还以为他们是开玩笑的,没想到下面的观众一个接一个的收到了汇款。 原来在场的人都买过老白公司的保险,而老白的公司却利用规则漏洞,拒绝了投保人的保险赔付。 看来,四骑士是狭盗啊。 表演完,四骑士就飞天而走,这次警方彻底坐不住了,联邦赶来要抓四骑士。 而骑士团这边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,专门留下的捷克断后。 但是警方这次是有备而来,他们出动了直升机来抓捷克。 欢乱躲避的捷克在一个不注意发生了交通事故, 在桥上直接是车回人亡。 同伴的牺牲让四骑士不再完整,他们对公众表示他们会再进行最后一场魔术。 这一次来看他们表演的人更是格外的多。 当然,这么明目张胆的表演,警方也是严密地关注着。 就在三人快要上台的时候,巴纳警长担人直接扑了过去,但却发现抓到的是三个假人。 另一边,三人闪亮登场,与观众热情互动,发现目标,巴纳警长又担人赶了过去。 就在即将抓住三人的时候,三人从高楼纵身一跃,幻化成了满天的钞票消失不见了。 当然,那些钞票也是假钞,而真钞在哪呢? 画面转到老黑,他刚打算开车回家,没想到从车里爆出满车的现金。 这可都是真钞啊,但是没多久,警方就来了。 这下老黑要老底坐穿咯。 不过这一切的幕后黑手真的是老黑吗? 预知真相如何,请去电影观看,嘻嘻。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,我是木卫,咱们下期再见。